吉隆坡国际机场的移民局柜台 今早8点开始 因为系统故障 出现游客大排长龙 人满为患的情况 有民众表示 这样的拥挤情况 自上个星期五就开始出现 再加上学校假期已经开始 因此在游客人数倍增的当儿 又遇上了移民局出境系统故障 于是就加剧了机场拥挤的情况 无论如何 大马移民局却否认系统故障 并认为是因为乘客增加 才会导致机场拥挤 不少网民把机场人满为患的照片 上传到社交网站 希望有关当局能关注改善情况 NTV7综合报道 感谢观看